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的第26章 从这一章经文的12至22节 要大家分享的是 温柔的人有福了 我们先从12节看起 以上在那地耕种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就昌大日增夜圣 成了大富富 他有羊群牛群 又有许多仆人 菲利斯人就嫉妒他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 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 菲利斯人全都塞住 填满了土 亚比米勒对以撒说 你离开我们去吧 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 以撒就离开那里 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 所挖的水井 因菲利斯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 以撒就重新挖出来 能照他父亲所叫的 叫那些井的名字 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 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基拉尔的牧人 与以撒的牧人争竟说 这水是我们的 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 就是相敌的意思 因为他们和他相争 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 他们又为这井正经 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纳 西提纳 就是为敌的意思 以撒离开那里 又挖了一口井 他们不为这井正经了 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勃 就是宽阔的意思 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 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从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就能看见 以撒无论走到哪里 耶和华都赐福给他 特别从12节那里 我们就能够看见 就是以撒在那地耕种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为何 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因为那是牧人 但是后来到了 菲利斯人之地的时候 就在那边耕种 在那边耕种 一耕种的时候 神给他有百倍的收成 并且他许多牛羊铺比 非常的丰富 成为大富富 这个时候呢 这个菲利斯人的王亚比米勒 他看见以撒那样的强盛 就要求以撒离开他 但是以撒一听见 亚比米勒说 你离开我们 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多的时候 他没有和他理论 他就立刻离开 我们知道他离开的时候 要遭受很大的损失 为何呢 因为他那一年耕田 有很多农田 有很多五谷收成 收成之后还要播种 播种之后就有很多 这个幼苗长起来 并且还有一大片的 这个五谷呢 再过了几个月之后 又要收成 但是这个时候 若是他离开了 所有的农田都要归 菲利斯人亚比米勒 所有的下一次的收成 都要归他 所以对以赛来说 是很大的损失 但是以赛 凡是面对别人 要争夺 要争强的时候 他就让给他 二话不说 带着他所有离开 他离开了 希腊尔这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 当时是属于 菲利斯人的地方 也就是加沙的一个 里面的一个城市 叫希腊尔 那么以赛离开了 基拉尔城市 就到基拉尔的 的郊外的地方 郊外的地方在山谷 因为他是牧放羊群的 所以他在山谷的那个地方 就牧放他的羊群 自己就在那里 支搭帐篷住在那边 我们知道原来住在城市里 然后做起荣夫 又有很多的田羹 现在这个时候 要把所有的产业留下 然后就到了 这一个基拉尔的谷中 在山谷中 支他藏人 是很辛苦的 但是 以赛 从来不与别人震惊 有相争的时候 他就推了 这就是以赛 他走到哪里 神赐福给他 而那些人就嫉妒他 要抢他的东西 他就让给他离开了 然后当他到了 基拉尔的山谷中的时候 他的仆人就把 以往亚伯拉罕 所挖的有全员的井 后来因为亚伯拉罕离世之后 非利斯人就把那些井 都用土塞住 以赛的仆人重新挖 挖起之后 那个井又可以用 又有 活水了 但是 非利斯人要增 以赛就离开那里 就离开那里 就往 这个基拉尔的山谷 到了基拉尔的山谷 他就重新 他的仆人重新在山谷 这个挖井 因为他住在那边需要水 他的羊群牛群 家人都需要水 所以就挖井 以赛法神就赐福给他 他的仆人挖的井 立刻有泉水 有活水泉 我们知道当时中东 很多人挖井 但是挖的都是 没有活水 都是死 死水的井 没有活水 所以呢 以赛的仆人一挖 就有活水泉 这证明是神赐福给他 然后周边的那些基拉尔的牧人 他们一看见 哇 这里有一口井是他挖出来的 有活水泉 他们就来 真的要霸占这口井 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羊群牛群 当以赛一看见他们来象征的时候 就把那口井命名为 象征的意思 然后他就离开 他的仆人就不去争夺这一口井 在另外一个地方 同样基拉尔的山谷 再挖第二口井 挖起来之后又有活水井 那些仆人又来又来要相争 结果以赛就离开他们 等于把自己辛辛苦苦的挖的两口 活水井就送给那些基拉尔的牧人 送给那些牧羊的牧人送给他们 他不以他们相争 送给他们 然后他离开基拉尔谷那边 在往前去的时候 在那边自己挖井 就是他的牧人 他的牧人们挖井 又能找一口的活水井 这一口活水井是神赐福 他走到哪里挖井就有活水 因为神赐福给他 这下子那些牧人再也不来争夺了 因为有两口井已经他们夺去了 已经让给他们送给他们 所以他们也不再来争夺 因为以撒是那样的 这一个离让 他要争离让给他们 离开那里 不和他们相争 然后这个时候 以撒就把第三口井命名为宽阔 就是说 耶和华必赐给我宽阔之地 再没有相争 耶和华神必赐福给他 从这里我们会看见 以撒他知道他所有的福分 都从耶和华神而来的 他所有的祝福都从神而来的 圣经两次向他显现 坚定神与他所立的月 与亚伯拉所立的月 与他所立的月赐福给他 同时 以撒为何蒙福呢 除了因着亚伯拉的严故 因为神向他选献赐福给他严故之外 还有一个很要紧的 就是以撒他本身是一个温柔的人 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不了 因为他们承受地图 他从来不以来相争 就像我们前面描绘的 在菲利斯人基拉尔的城市 居住他那一年做起农夫 百倍的收成 这下子王叫他离开 他就放下所有的田地离开 不以人相争 当人嫉妒他的时候 他就放去 让别人拿去 他就不相争 到了山谷 我们提到前面两个井 被让给别人 最后这个井 没有人真 主赐福给他 这就是以上 所以神一直赐福给他 他走到哪里 神的祝福一直赐给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祝福的人 就必须是温柔的人 温柔的人能够承受地图 对我们今天来说 两方面的祝福 第一方面 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什么是温柔呢 就是我们温柔的心 我们不以别人相争 除了在言语上温柔之外 我们的内心不以别人相争 你在工作的岗位上 无论是工厂 无论是公司 无论是学校 无论是医院 无论是任何工作的场所 你不以同事 这个别人来相争 只有什么 这个当别人 要来争夺什么的时候 我们礼了 我们礼了 我们知道 我们的祝福不在神以外 若不从天上赐的人 就不能得着什么 所以我们不凭自己的 这个血气 自己的力量 又去争夺自己的益处 我们反而当别人 要争的时候 让给他 甚至包括在教会里的时候 我们一同佩达师父 若是有的肢体 他用肉体 要争夺一些 教会里面的虚荣 或许是一些主的工作 他想争夺这个做 那个做 我们走生命的道路 正像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所提到的保罗状 然而主的仆人 不可正经 只要温温和和的带众 所以身为主的仆人 不应该有任何的象征 温温和和的带众 在第一世纪 我们看见 绝书所培训的门徒 后来他们都是使徒们 还有保罗 还有巴拿巴 他们之之间 你会看见 那一个世代 他们都很同心 即便照神的托付 他们工作不同 有的对犹太人 对外邦的人 但是在灵里很同心 都是在温柔的灵里 彼此接纳 彼此扶持 从来没有彼此攻击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 今天我们要跟从 诅咒生命的道路 效法恩主 主耶稣就是温柔的人 他的心 柔和谦卑 我们要付主的恶 邪主的样式 将我们心里 产能得到安息 所以顺服神 所良给我们的环境 不与人相同 我们是和平之子 与人和睦 死人和睦 这就称为神的儿子 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他们就称为神的儿子 温柔的人有福了 他们就承受地图 第一方面的福分 就是今天我们被施加 跟从主 顺服主良给我们的环境 不以人相争 那日子有分离千年国度 承受一千年荣耀的国度 那个地图才大 那是以主同众 还有我们今天 顺服主谦卑的 柔和的 富主的恶 祖主的道路 不以人相争 总是无论任何事情 都是以人和睦 宁可损失 让给别人 不以人相争 我们就有福了 神在暗中赐福给我们 就像以上 神一直赐福给他 他到哪里 挖的井就有活水 若是今天 我们常常这样顺服主 那我们真是有福啊 我们 即便这边 让出来另一边 神赐福给你 暗中 加倍祝福给你 还有 你在侍奉的上面 你就不断 有全 佛水的泉源 圣灵像 活水的泉源在里面 一直涌流出来 别人在那边 争夺这个 争夺用肉体 争夺那个 你退让 圣灵在里面 更加的有 在你的侍奉里面 就更加充满 神的祝福 这也是我各年来 多年来 对主的经历 我盼望 我们都是 能够做一个温柔的人 做一个 有福的人 对主的经历